嘉宇怎么观察 其实反渗透法绝对不是 只是蓝绿的角力战 而是中美的角力战 当英国跟澳洲都已经在修法 针对红色势力渗透 在做围堵 这是所有国际上的民主国家 都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台湾现在在修这部法 刚刚Freddy讲得非常清楚 五月就开始修法 但是国民党的态度呢 是一再地回避 从霸占主席台 拒绝协商 拒绝讨论 到今年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 再来说 哎呦 现在新的立委要出来了 不要修不要修 那从头到尾这部反渗透法 国民党为什么不敢面对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同我们傅秘书长林非凡所说的 什么样的人会害怕这部反渗透法 他提出了像是白狼 像是邱毅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害怕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这部法只有12个法条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清楚 而内容的定义呢 针对这个境外敌对势力 你有接受他们的资助委托 甚至呢去渗透台湾的这个 不管你说选举 或是我们的公投法等等的 这些行为的时候 这些人才要受到规范 但是在过去的法令 针对这些行为 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规范 等于这个大开门户 然后过去我们常常在讲 红色势力渗透 到美国一再地给我们这些 观察的报告 告诉我们说 中国的戒选 透过陆海空各方面无孔不露的时候 台湾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法令 去面对这样子的状况 今天有了反渗透法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揪出 才能够去了解说 所谓的红色势力渗透 到底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我们都一直听到说 我们台湾的选举 中国会拿钱给某些的政治人物 这次也听到说 会拿钱 不管你说资助选举的方式 是用哪一些 可是我们只听到这些话 可是不知道到底实际上 他拿了多少钱 什么样的人拿了这些钱 中间的白手套是谁 政府没有这个法令 没有无从去规范 也无从去处理 政治现金法根本没有办法规范 刚刚郑浩提的政治现金法 早就已经规范说 这个中国所资助的金钱 绝对是不能收受 这个早就是违法 可是反渗透法 更针对说 你中间的白手套 你所介绍的 即使是台商 你透过中国的国台办去介绍 台商来资助的 这些也都不行 所以在过去 我们很多的台商 他捐钱 他其实背后是因为 中国叫他捐的 是因为中共国台办 要求他捐给某特定的候选人 可是现在这个反渗透法之后 这些钱全部都要被揪出来 到底你这背后捐助的原因 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步法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到底现在国台办 如何去操控台湾的选举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透过哪些人 怎么样的去操控 不管是我们的选举 或是介入台湾的政治 所以这个至关重要 那现在反对的这些人 我觉得就是一面照妖镜 把这些人都照出原形 对一般的人来讲 这个离他们的生活 非常的遥远 什么样的人会牵扯到 中共跟台湾的政治 它背后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 这些人必须要说清楚 包括统促党 我们这次也提到说 像台大这个新歌声事件 当时统促党到校园里面 去殴打学生等等的过程 它的目的是什么 在台湾有多少的政治团体 是拿了中共的钱 在台湾为非作戴 在台湾是进行渗透的行为 遂行中共统战的目的 这些人都要透过反渗透法 把它揪出来 所以这部法令的目的就在于此 所以国民党对于这部法令 他不敢去直接的说明他反对 就算他说明反对 他也说不出反对的原因 跟理由是什么 他只敢去回避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渗透法 在今年的选举 不仅是一个照妖镜 更是台湾跟中国的一个选举 就是说这个选择 你到底是要站在 你提名吴思怀 站在红色红统的中共这边 还是你要支持反渗透法 站在台湾这一边 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新民意 未来出来的是邱义 是吴思怀 到立法院来审反渗透法 你觉得这样子的人是站在哪一边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反渗透法到现在的这个攻凡战 你发现国民党完全只敢回避 拿不出理由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反渗透法为什么在年底 这么重要必须要通过 因为背后美国其实 从五月到现在 一直都在了解关心说 为什么台湾这部反渗透法没有办法通过 背后的阻挡的原因跟理由完全说不出来 国民党到现在对这部法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论述说 反渗透法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刚刚讲说九二共识的问题也是一样啊 当韩国瑜被博恩问到说 哎呦你的这个敌对国家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他不敢说出国家的名字 他只敢说九二共识下的中华民国 他的中华民国前面要戴一个九二共识的帽子 也就是说所谓的九二共识 国民党论述是一中各表 而这个一中中华民国 他只敢在九二共识的帽子底下 而面对中国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敢提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最矛盾的地方 他的所谓九二共识 只敢在台湾讲中华民国 甚至在九二共识这个帽子底下 才敢讲中华民国 所以国民党现在对于两岸 对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完全没有办法论述 也是年底选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高嘉宇 一边一国的抗议 对你会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还是会有影响 因为毕竟我相信 阿扁的支持者都非常的死忠 那多多少少其实在这一次 尤其是内湖南港五五波的选举里面 我们真的是一票都不能少 你现在真的是五五波吗 人家着容太说 你过的话民进党就直接过半 当然我这一席是非常关键 对民进党而言 这一次的选举国会过半 未来是如果上反渗透法 或是其他相关的法案的攻防 都不需要有过半的立法院的席次 我们才能够去守住台湾 所以这一仗不是高嘉宇个人的选战 而是民进党台湾对中国派的选战 所以当然我们更必须要团结 来守住这一席 那内湖南港这一席 民进党市场的时候要讲的都讲了 那民进党这一席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说 他过去确实是蓝大于绿 那我们的对手是政治世家三代 他在基层的组织跟庄角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国民党最后也可能会含泪投票 来赢回流的状况之下 我们更不能认为说民调赢了 我们就会领先 因为我们的对手最近也要办一个这个大型的团结造势活动 那当那个文宣上有放了韩国瑜 放了马英九 放了郝龙斌 放了所有几乎蓝营的政治人物 连谢龙杰都放上去 哦真的哦 就是没放吴敦义 我也觉得蛮怪的 那有没有放吴施淮 也没有啦 吴敦义跟双吴都没有 对 也放了张善政 所以他们现在诉求蓝营要团结 当蓝营在诉求团结的时候 那我们绿营是不是也要团结 蓝营团结真有力 这是他们的诉求 那绿营这一席 内湖南港这一席 当然更要团结 因为我在基层 确实听到很多人 他们可能对这一席是非常的关心 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席绝对不能输 内湖南港从来过去没有机会 民进党有机会来胜选 这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大家对我的期待都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投给高嘉宇 不是因为说支持高嘉宇 而是因为支持民进党支持台湾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他愿意团结的支持 这一段要收钱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宁关讲说 民调是不是已经领先了 大家要知道说 上次其实黄珊珊 她在选前民调 也都是一直持续的领先 但最后投票出来 还是输了三四千票 尤其是刚刚皓宇讲的 我们的支持者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投票率也非常的关键 之前也有民调显示说 年轻人的投票率大概四成 但是五六十岁上老人大概是八成 这些人都是支持韩国瑜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乐观 也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的投票率是一个关键 我们能不能团结是一个关键 所以呼吁年轻人在这一次的选举 要向中国说不一定要出来投票 那更重要是绿营本土派 台湾派一定要团结 尤其在内湖南港这一次